在电磁楼电源板上面有两颗小功率的三机管 外貌特征极其相似 但是它是两种不同规格的型号的三机管 一个是8550还有一个是8050 这两个三机管如果其中一个坏掉 能不能用另外一种去代替它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 这两种型号规格的三机管 它的极性 看看是不是同类极性的三机管 如果是同一个类型的NPN 那么我们就可以代换 如果是不一样极性 那千万不能代换 怎么样知道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我们只要查询一下 这两个型号的三机管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看8550 8550 我们直接输入 8550查询 我们知道了 8550是PNP型三机管 PNP型三机管 也就是箭头 怎么样 箭头朝里发射的 PNP型 8550 那么8050呢 8050 我们看一下 直接输入 查询 我们来看 8050 8050 是一个NPN型三机管 它的箭头 它的箭头 朝外 刚才我们这个8550是箭头朝里 口向偶之 这是两种极性完全相反的三机管 所以 任何一个错了问题 都不能用另外一种型号的 去代替它 否则的话 你就会遇到很多新的矛盾和障碍 一定要用同型号的管子 去代替它 你明白了吗 好 关注每一段 更多精彩视频 小黄车里 或者专栏里面 去点击 我们下期再见